我们来看这道题 考察中段处理过程 首先我们之前可能没见过中段响应周期这个概念 但是看一下选项就知道 它应该指的是中段引指令的那个过程 那么中段引指令的任务 到了这里应该是都要记住了 三个主要的任务 就是关中段保存保护断点 也就是PC的内容 以及发送中段向量地址 也就是帮助CPU去找到中段服务程序的入口 可以看一下 唐老师的书上是把它叫做中段周期的 那么这里我们又积累了一个名字 叫做中段响应周期 但是在实际的题目当中 是可以通过选项来反推的 所以大家看到概念的其他说法 先不要急通过题目整个给出来的内容去推测一下 再一点就是唐老师书上 这个上面列出来的这些顺序 可能跟网道上总结的顺序不太一样 这个大家不用纠结 因为这整个过程是用硬件来做的 而用硬件来实现一些控制 很多情况下多个步骤实际上是并行的 所以在出题的时候不会特别的问这边的顺序是什么样的 而仅仅是问这个过程当中需要做的事情是哪些 相对应的下面这段是用软件的设计方法来做的 软件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 写出来的程序是一段一段一条一条 从上到下去执行的 所以在这一段可能会多考虑一些顺序的问题 大家注意一下这两个考察点的区别 最后就是比较一下单重中段和多重中段 这两个步骤之间有什么区别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硬件这块的内容是一样的 关中段的目的是为了让整个过程不被打断 保存断点是为了让中段服务程序执行结束之后 能够自动的继续现在的被打断的这个程序 最后这个是一个衔接的作用 就是由硬件处理转移到软件处理 中段下量指出的是中段服务程序的手地址 或者叫入口地址 硬件工作的这一块对于单重和多重是一样的 区别主要体现在软件设计这一块 对于单重中段来说 首先要保护现场 也就是一些通用计存器 特别是程序状态自计存器当中的内容 因为里面存放了当前程序执行的一些重要的状态 通用计存器里面还放了一些中间结果 所以现在压站的这条指令让我们正确的执行必须基于这个现场的情况 这个现场是必须要保存下来的 那么保存好之后把该做的事情做了就可以把这个现场恢复出来 恢复好了之后就可以开中段了 这样新来的中段才能得到响应 接下来就是中段返回 把压站的那条指令地址拿出来 从那个地方继续开始执行 多重中段的话 因为在执行中段服务程序的过程中 还需要能够响应新的中段 所以多了一对开中段和关中段的过程 在保存的内容方面 需要多保存一个屏蔽字 因为多重中段涉及到一个优先级的问题 而在嵌套层内和嵌套层外的屏蔽字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必须单独保存一下 然后处理完嵌套层内之后再去恢复的 那么中段的内容就是这些 这道题讲解结束